又到了吃板栗的季节 最近从家里打了一些新鲜的板栗 我们先把这个刺球撬开 把板栗取出来 特别容易扎手 一定要小心一些 我这里一共是10斤的板栗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吃不完的 就这样放着的话 特别容易生虫 下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 我保存板栗的方法 这样保存的板栗不生虫还新鲜 存饭一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板栗加盐和清水 先泡20分钟 可以清洗一下板栗 也能把板栗里面的虫泡出来 泡好的板栗倒出来沥干水分 然后给板栗开个口 用刀的话就在板栗底部切一刀 觉得费劲的话 也可以用板栗开口气压一下就行 接着我们起锅烧水 加一把茶叶煮开 然后把板栗倒进来和茶叶一起煮 茶叶里面含有茶多酚 不但增香还能起到保鲜的作用 大火煮开后继续煮个3-5分钟 大概7分熟就行 关火捞出来放入凉水中泡30分钟 彻底加温后就可以开始剥板栗 你看轻轻松松就剥干净了 剥好的板栗我们可以用袋子装起来 然后抽真空封口 再放入冰箱保存就可以 下次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行 用来烧菜真的超级香 尤其是用来炖鸡肉 软绵又清甜 真的超级赞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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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